见八院长辞讯 不受考验不显行胜 一朵花极尽所能地开展 纵使在没有人的地方 会因此而埋没它的美吗? 反之一朵花 永远只是含苞而就这么枯萎 你不觉得可惜吗? 万事万物要展现它最美的地方 都有一个突破点 同样自己也是如此 经过许多困难 能够从困难中坚定 就是人生最精彩的地方 而人常说无事一身轻 相对也因此看不出这个人 存在世间的重要 一生也需要大怨与大舌 没有大怨与大舌 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空的 就像繁华落尽最后留下什么 只有付出奉献的人生 才是最美的 看这棒字 棒旁边是什么凤 最棒的人生在奉献 最棒的人 从奉献中展现 所以自己的路 要靠自己积极开创 自己的美果 要靠自己耕耘 不要埋没自己 用心的人 走到那里 都有生机 一颗钻石不因他人之毁谤 而成为玻璃 一块玻璃不因他人之称赞 而成为钻石 同样人自身之过失 不因他人之称赞而消失 优良的品格不因他人之毁谤而埋没 是以君子不求无过 但唯能改过 不以无过为贵 所谓不经一世 不长一智 不受考验 不显贤盛 古今多少修道人 五十成道 四十罪 一辈子未到辛苦付出奉献 却因一念之差 而功亏一窥 如此 岂不是可惜哉